爸爸去哪儿霍思燕杜江日本旅游被偶遇 抛下恩亨去玩耍了 请点赞订阅 谢谢 娱乐圈有很多模范夫妻 他们的感情让人羡慕 今天小编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恩亨的爸妈 杜江和霍思燕 两人虽然是姐弟恋 但是现在霍思燕都成了女生羡慕的对象 嫁给爱情的霍思燕真美 近日 有网友偶遇霍思燕和杜江去日本旅游了 两人真是越来越有夫妻相了 在一起久了越长越像 照片中霍思燕穿着桃红色的衬衫搭配黑色的外套 下半身穿着一条黑色运动裤 脚踩小白鞋 净显休闲风 杜江也穿得十分休闲 一整套都是运动衣 两人都戴着黑色的墨镜 天气很好 阳光照耀在他们的脸上 这种悠闲的旅游真是让人羡慕 现在的社会纷纷扰扰 很少有人停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了 很多的束缚 有钱没时间 有时间没钱的 看到霍思燕和杜江一起旅游真是让人羡慕 两人都放飞自我 对着镜头开怀大笑 像是热恋中的情侣 这也是霍思燕和杜江相差五岁 但是丝毫看不出年龄差的小秘诀棒 两个人都遇见了对方最好的样子 两夫妻还大放与网友合照 杜江站在中间很抢劲 是不担心霍思燕吃醋吗哈哈 还记得霍思燕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说杜江从来都不会说 我的钱给你花 因为杜江知道我的钱这三个字就是错误的 观众席上全都是羡慕的眼光 霍思燕成名早 已经出道二十年了吧 之前凭借欢天喜地七仙女 灭远玫瑰江湖等作品圈粉无数 不过当年霍思燕的绯闻也不少 后来遇到了杜江 杜江以暖男的身份出现在霍思燕的身边 两人一回生二回熟 慢慢就走到了一起 但当时杜江的名气还不大 有一些媒体拍摄到霍思燕与杜江逛街 新闻标题完全看不到杜江的名字 而是霍思燕邪男友逛街 霍思燕担心这会伤害到杜江的尊严 小心翼翼的 不过杜江知道之后心态超好 还开玩笑和霍思燕说 我是你的包吗 为什么要写我哈哈 霍思燕也是未婚先孕的 怀上恩亨的时候 霍思燕的体型变化巨大 曾经纤细的她变得臃肿 不仅是肚子大起来了 手臂腿等部分都十分臃肿 杜江悉心照顾着霍思燕 还给了霍思燕一场浪漫的求婚 上演偶像剧情节 有了恩亨之后 两人的爱情变成了三人的家庭 霍思燕和杜江因为教育 关上过微博的热搜 在爸爸去哪儿中 我们可以看到两人 对孩子的教育 观念真的太棒了 把孩子当作朋友一样来对待 有爱的他们 培养了高情商的恩亨 小小年纪的恩亨 就会开始撩妹了哈哈 一家三口真是太甜蜜了 现在的霍思燕 被这两个男人宠成了公主